中庭主播戴立岗 洪淑芬还有刘英秀 在15号前进世新大学 除了聊主播的工作有趣的一面之外 在现场还传授了新闻知识 气氛相当热烈 主播戴立岗一上台 马上引起学生欢呼 主播校园巡回演讲 15号前进世新大学 吸引超过500名学生来听讲 同学对新闻工作充满好奇 主播戴立岗也轻松地与同学聊 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有趣过程 西装脱了 然后呢里面掉背 就当然就看得到 就是主持节目 然后把西装扣起来 那我就变成波气象 其实新闻最常用到的 就是现场连线 当场主播周千玲和同学 来一段连线让同学们吵嗨 大家好 同学们大家好 同学和主播面对面互动 平常震惊的主播 也展现亲切的一面 同学提问有问必答 那你平常对这些 无关你以为是 然后怎么样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你有一个方法吗 主播刘英秀和洪淑芬也公开 从学生到踏入新闻工作的过程 鼓励同学想要进入电视台工作 胆子一定要够大 因为自己是新闻系的 所以就觉得希望将来 就是进去以后能够适应 主播们最后还勉励在场 所有同学要进入媒体工作 一定要怀抱热情 还要有高度好奇心 才能够在工作中发挥自我实力 尊重杨金比诗永远老一庭台北 特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